处置设施与辅助区规划 木雕孩儿,你在看什么啊? 呃,我正在搜集关于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小知识啊 卡卡妮,你知道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设施是怎么规划的吗? 这还不容易,为了确保处置坑道的安全 在设置处置设施时,是要搭配地下水的流场去规划的哦 像是有明显的地层破碎带 或是地下水较多,流速又快的地方都是不适合的 嗯,没错,所以处置坑道会放在地下水相对较少,流速较缓的区域 而目前的规划,处置坑道都有十几条以上呢 那再考考你,你知道辅助区是什么吗? 我知道辅助区是处置厂的附属设施,但实际内容我并不是很了解 辅助区主要是运转处置厂的支援设备和人力空间 以达人向建议候选场址的辅助区为例 辅助区,辅助区主要设施包含运转大楼 行政大楼 污水处理厂 维护工厂 通风机室 空调室 公安大楼 警卫室 和接收稿 每一栋都发挥自己的功能 提防射线废弃物处置厂就会好好地运作哦 跟你聊得太开心,都忘了我还有事情 下次记得跟我说辅助区的功用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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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